我想知道汪汪師傅 租樓和買樓 看風水是否不同 風水照樣都是這樣看 方法是一樣, 但策略不一樣 好嗎? 風水輪流轉, 有聽過嗎? 有… 其實在玄學裡 我們的一派, 玄空飛星 有九顆星 是 但九顆星裡只有三顆是旺星 其餘全部都是一般的 而且有分最勁第二勁和第三勁 最厲害的財星叫八百 現在是八運 第二厲害, 八之後又是甚麼? 九 沒錯 所以九是第二勁 第三勁有嗎?九之後就達到一 因為最盡是九, 好嗎? 所以八、九、一這樣排 然後又達到二、三、四、五、六 在我們排盤方面 原來每一年會減數目 譬如今年這個方法是一 然後夏年就變九 然後再夏年就變八 我特意追著一、九、八這三顆星 去辦公室 代表你的業績會一年比一年增長 好 因為去到八的時候 應該是怎樣? 就是最厲害 是 對, 八之後就走了 你就去搬, 搬到地上了 我的策略就是不斷尋找198、198 總會有一年會198去排 買樓就是要你真真正正 看到所有東西都很好, 看得很穩定 但有時候你只打算住兩、三年 沒什麼所謂, 發了才說吧, 好嗎? 所以就會用我這個策略 接下來, 今年的一 會在哪個方位? 就是東北位 師傅, 你說東北位是整個區域的東北位 還是那一個地方進去的地方… 那家屋, 對, 進去那屋的東北位 對, 聞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會在家裡量度 現在會示範一下 好, 我們一起來看看 是 挺好的 師傅, 我決定要租這裡 不過怎樣可以自己簡單地看看方位 大家有一個智能電話嗎? 有… 然後呢? 通常現在的智能電話 就有一個指南針 有… 有指南針 但要怎麼看呢? 你站在全屋的中心 是, 這裡 然後拿著指南針 然後我們看看前面究竟是什麼方位 你就看到這裡是北邊的 這裡就是北邊 對 我要向哪個方向 其實沒所謂的 你嘗試整個人怎樣移也好 北也是… 其實北也是這裡 對 人… 方位不會跟隨人移 很神奇 對 對… 別管… 我們用一個首都的形式 這裡 是, 這邊 我們現在會找東北位 因為東北位 接下來的三年都是旺 東北就是… 你想在這三年裡 那間旺的屋子最好就是東北邊開門 承接到旺旗 為甚麼是這樣 因為接下來這三年 2020年東北邊會開一仔 一仔就是一顆財星 財星 但還不是最旺的一顆 只是排第三個而已 但2021年有一顆九子星 排第二 還有一顆 然後到八百星 到第三年就是最旺 所以你會發覺 住在東北位開門的話 就是越來越旺 滾咖, 恐龍 對, 弒咖, 很冷 我先忙 Nieuwdow 這些我相信普羅大總也會 但我今天不是想教這件事 我想教的是今年是什麼年? 年年… 鼠年 2020年是正確的, 鼠年, 沒錯 知道鼠跟什麼相衝嗎? 馬 非常好 所以你記住, 逢馬的日子 我們今年是不對選的 什麼叫馬的日子? 什麼叫馬的日子?就是五 譬如在這裡寫著, 這裡是丁馬日 大家看到嗎?初四, 那天是更五天 所以那天… 五, 下午的五 沒錯, 下午五, 下午五就是代表馬 如果是屬馬的朋友 我可以帶他到我新屋嗎? 還是我要趕著出馬? 我們不要歧視別人 那隻姓馬也不行? 對… 所以當時…過年時, 人們說摘日 什麼時候開工? 我沒有選擇這個年初四 對, 因為這就是俗稱人家說的破日 破日 現在最快, 他什麼時候搬屋? 對 這個我背後會回答你 對, 時間未必交 最後想提醒你 也不要選擇衝自己生肖的人 衝, 即是雙衝 沒錯… 假設某某人, 牠熟雞 牠不會選擇某日, 因為某是熟肚 比, 比, 比 比, 比 感谢观看